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,孙悟空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美猴王,但在原著中,孙悟空是这样的,七高八低孤拐脸,两只黄眼睛,一个嗑额头,嘹牙往外伸,就像属螃蟹的,肉在里面,骨在外面,真正是又丑又凶。 所以你能理解,孙悟空无论走到哪里,逢人就别说丑,究竟为何?按照八六百西游记的形象,虽不至于说是潇洒,但也还算是个五官丁正的猴子,惯不至于把严蒙朗的翔给吓成那样子。 在电影《西游翔母》里,真正把孙悟空的形象拍了出来,孙悟空的身高只有1米4,但他胸脏太过可怕,一声怒口,玄奘就被震得口出鲜血,但他还是想显开心中的活。 孙悟空十分愤怒,折磨他,逼迫他放下,此时,玄门的高手也来到了这里,他们并不把孙悟空放在园里,满脸的不屑,像魔师甚至说,自己赶时间要先上,结果孙悟空直接哭过来,将他咬死了。 接着是天残脚,只见他那个残废小脚变得巨大无比,腾空而起,想要踩死孙悟空,可孙悟空的金刚身直接打穿了天残脚,就连空虚公子的这把剑刺到孙悟空也是碎裂开来。 孙悟空的旧玄奘被孙悟空活活拍死,玄奘最后一刻承认了自己案子,孙悟空的死让玄奘顿破,地上的唐十三盘手变成了大日如来真经,玄奘口念真经,召唤出了如来。 如来的法天相帝竟然比地球还大,一招如来神掌打向孙悟空,孙悟空变成巨猿也是无济于事。 总体来说,这部电影中孙悟空的形象是接近于原著,但却不归政客。 那么,大家是喜欢原著中的孙悟空,还是影视剧中的美国王?